不禄战队最近是真的好起来了 前阵子几乎天天吵架 但最近的训练赛还真不错 尤其是打野转边路的九天湖 元气满满 态度贼好 教练让拿什么就拿什么 从来也不抱怨 不管熟练度高不高 反正都能给队友信心 不禄战队战胜全国大赛的队伍 九天湖的孙策还在最后 拿到了一波激情死沙 队内的氛围确实是越来越好 不禄战队依赖小歪的问题解决了 但是托米队依赖小七的问题却没有解决 陈传表示大家太依赖小七的指挥 似乎已经没有了自己的思想 这样也是个大问题 你们不要把小七看着跟爹一样 就是没有他你们不会玩游戏了 我感觉他就是 他只会打了听没问题 但是他有时候我们 兄弟 我希望你们有自主意识 我希望你们有自主意识 不要每个人都穿点尿布实 没人帮你们擦屁股 就不会玩游戏了 你知道吗 兄弟 你们得自己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呀 他一说在干嘛 如果这么干错了 你心里是对他不爽的吗 这个人叫我过去 我这么死了 你这么心里不是暗爽 我下次不听他的了 那你自己有说法 你得说出来呀 你妈 你不说人家怎么知道 你们得说话呀 五个人你们 我们是五个人 不是两个人在说话 打个游戏 五威五不是二威五 我感觉我们在 我们二威八里 知道吗 我们不只要打对面五个人 还要打自己家三个人 都有怎么玩 兄弟 你们其他人 还有自己的想法 要不然玩不了 真玩不了 兄弟 二威八怎么打 另外主教练 小灰狼的语气也太软了 托米也因此红温 表示小灰狼应该更强硬一点 我队员们也会有人喷 你这个教练 你也别想独善其身 你的语气确实有点太软了 打得不好 你可以红温 你可以变成小红狼 但是你绝对不能够 就打比方 你上把打成那样 观众都气死了 我也气死了 你上来就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个灯 对不对 就记住啊 我们是个团队 大家都有问题的 你该硬的说也要硬 而葛米尼的OVO战队 刚刚经历了虎妞与无念的吵架 虽然两人已经和好 但队伍的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 自动的个人能力下滑就是很严重 虎妞的执教水平 好像也不如其他队伍的教练 所以OVO和其他队伍的训练赛 一直都是输多赢手 距离老王辈正赛只剩下一周了 等到葛米尼回来 看到战队这个样子 恐怕也是很心痛